有啊,你那些 不是失望到,你貪欲之後 很多人都沽喔 很多人都沽了 有時候你去那些夜市 你去那些夜市都找到一些很不同的 救物的一些對象 很容易會見到一些很少見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說能夠 聚焦到有一個 比較安全,又可以規範到 又可以保留特色的 真的可以想一下 聽一下葉先生怎麼說,葉先生你好 其實那些勞動小販呢 特別那些負責小販呢 一暫時都是 暴力兩化的那些事情 除了環境 有些環境問題 或者那些衛生問題 大家還不可周知 其實還有一件事,如果是 那些勞動小販 是交租,或者是 便宜租的話,其實都會惹來 根本就是 那些社會會 會被參與的 如果你不交股費給他們 罰給別人搞的 然後已經生了其他那些 那些治療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 已經是一個發展都好的社會 社會成熟社會 很容易將很多東西 可以規範化了之後 如果又走回頭 我真的看不到其他 會先進社會 你好像隆敦那樣 你會不會見那個 會整理農道小販呢 沒有的嘛 其實管理上面真的可以 很多問題產生出來的 因為那些都這麼多 即是這麼理想 你想人 那些人 吃完東西之後 無論顧客 或者商店舖 那些小販 清理好 那些環境 其實小販的附近 譬如魚蛋也好 那些什麼牛袖也好 你經過那些街是臭的 其實你如果住在附近的人 其實要忍受這些 你吃那個 在地面出來 吃穿魚蛋 吃穿牛袖的過癮 但是住在附近的人 你要忍受這些環境 沒有啦 因為很多人真的 把那些污水 就這樣倒進坑渠裡 那是真的臭的 是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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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附近所為 在附近的人 要忍受這些環境問題 其實 好 即是很未想法 我覺得要做考慮 即是 那些 說不容易 因為 那些 好 謝謝葉先生 葉先生 好 好 不只說 當時社會 會不會 會不會 社會又要 好 現在 現在 現在社會都 現在社會都 有很多老數 剛才說 擔心社會 而是 你說要給很多 無牌小販在附近經營 嗯 周圍你會發覺